接下來 母女 38年來 今天珞琦穿著非常地特別 珞琦是名模出身來 我們一定要走個秀 讓她展示這件服裝來 先到這邊來 太辣了 身材太好了吧 沒關係 可以播出 有必要就打馬賽克就好 來 亞洲 名模 珞琦 出 是名模 名模 名模 真的是太厲害了 身材太好了 有的 這個被森達看到一定是撕破 森達喜歡這種穿著 對 謝謝若琦 謝謝 這可以是不是 這個是森達喜歡的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穿著 她永遠都不太懂我的品味 對 來 先回座 謝謝若琦 難怪她現在每天都喝可樂 對 若琦 你有什麼 來 母女38年 什麼祕密沒跟媽媽講呢 把媽媽數十萬 繼續打水漂 對 因為 從小我媽媽對我的栽培 她就想說 望子成榮 望女成鳳 她就想說讓我學一些才藝 還可以嫁入好人家 所以她小時候就會逼我學一些 譬如說鋼琴 就是完全用不到 你怎麼會彈鋼琴 那是那個 師大的碩士 音樂碩士 因為就是我媽媽從小就逼我 可是媽媽 這麼逼她 花這麼多錢 是希望說 可以嫁入比較好門 對 就嫁入好笑的門也可以 就是因為我老公就是很好笑 但因為我媽媽 她對我期望就是覺得 女生也不用什麼 奪高的學位 但是你就是有一個 專門的才藝就好 所以你從小就被她逼要練琴 好 重點是因為我就是 反正就是我考上大學了 大學就開始 你去學校念書 開始我們有 音樂系就開始有琴房 那琴房常常都要大家搶破頭 要填那個琴 那個練琴的時間 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覺得 這樣太累了 就是我的租的地方 好像有一個小小空間 可以放一台琴 我說我看好一台琴了 就是大概 就是妳可以買給我 我就不用去學校 跟大家這邊搶的練琴 我在家裡就可以苦練這樣子 然後我媽說 好 可不可以跟那個老闆殺價 變八萬八 我說好 就從十二萬變八萬八 然後我就把那些錢 然後就是 那兩個月暑假 我就跟那個男朋友去 出國去玩 去夏威夷玩兩個月這樣 妳把那八萬八拿去 對 買琴的八萬八 拿去帶 還請妳男朋友一起跟你去玩 我沒有請她 就是我去 我們一起去玩 然後因為我去 沒有玩太好玩 兩個月就是 妳不只做花八萬 妳媽媽沒有找妳 這兩個月在哪裡 那因為她找我的話 她很 她找我就是用訊息打給我而已 她也不會說 因為暑假期間 兩個月妳都不讓妳媽知道 姐姐 妳看到了沒有 因為我們要在那裡 妳要學習 我跟妳說 每月的夏威夷 姐姐妳不能PO文 妳覺得我兩個月 不會沒有發現嗎 姐姐妳也不用屏蔽誰 妳就不PO文 妳就是要秘密地進行 這種東西 對 去玩 然後因為她八萬八 但其實妳要去那邊 兩個月其實不夠 就妳還要多了18萬 就是我總共花了18萬 所以其實基本上 她給我8萬 我根本10萬塊 是我回國以後 開始認真在那邊教課 然後自己慢慢打工 賺回來的 因為我媽固定 可能一兩個月 就會來台北 幫我收衣服回去洗 所以兩個月 妳媽都沒來台北 她在說 兩個月過了 她來 剛好是我衣服機最多 所以她剛好來了 她說 琴在哪 我說琴琴在隔壁 因為我一個好朋友 他們真的有琴 妳說謊不眨眼 我都不曉得 妳沒跟她說 琴在妳心裡 沒有 我剛好心情 我心情超人 那因為我的那個什麼 朋友 他就是跟我傳統好 因為我跟她講說 我會請她吃飯 那我媽媽來看琴的話 妳就是給她看說 那台是我們的琴 而且我媽媽會幫妳 輸調音費 我朋友說好 所以她就覺得 這一系列就覺得很OK 所以就是我朋友 她那台琴 我媽媽時不時 就兩個月去幫她親一下 親一下 還幫她輸調音費 妳媽媽還幫妳朋友親 親那台琴 她的琴 對 對 我也是我們的琴 然後因為 那台琴就我們畢業後 就用不到 媽媽說妳要不要把它賣掉 我說好 那賣掉 我就是跟她講說 她問我賣多少錢 我說賣8千8 我還請她 我還請她 世界上最重要的單純的是弱琴 對 是媽媽最笨 越像天使的 其實是更是魔鬼 真的是N9 我真的傻眼 我真的傻眼 我想這個女兒 我發現 學了音樂又學書法了 居然可以搞成這樣 而且我發現我好像算乖的 對啊 謝謝媽媽的栽培 我知道了 又琴妳媽媽很疼妳 因為她很疼我 所以造就我現在這種 白白目目的 就是她會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她都全然相信我 對啊 謝謝媽媽 雖然我個性就是有點白目白目 但是 我是一個很貼心的女孩 因為我們情勢 家訓說 我們就是要善良可愛 然後上班不要遲到這樣 我就是很貼心的小孩 所以我就有時候發生什麼狀況 其實我是不敢跟我媽講的 因為我來台北念書 那我剛說我都會騎 就是會騎車去教家教 然後有一次我騎摩托車 我想說我現在就慢慢的 紅燈的時候腳會放下來 然後你綠燈的時候呢 妳腳要回到妳的踏板上 我發現我腳被東西壓住了 腳就沒辦法上來那個踏板 然後我發現是一台BMW的車 它的輪胎壓在我腳上 天啊 妳很痛 我超痛的 然後我想說她 我一直敲到她那個車門 然後她看了我一下 她就往後錄一下 她又往前開 我想說她應該知道壓到我了 對不對 她又往後 然後又往前 為什麼要往前 因為綠燈她往前走了 前進又後退 對 她往前開 我想說她應該會靠邊挺吧 她壓到我了對不對 結果她靠邊 她沒有靠邊 她就直接開走了 然後我就去報警 然後報警 她說妳告我也沒有用啊 因為也沒有監視器 沒有什麼 對 然後因為我的狀況 就是那時候還有粉碎性骨折 就我的腳這個地方 還有幾個月都不能工作 因為她就是把我壓來壓去嘛 對 然後我覺得 就覺得沒跟媽媽講 對 因為我就想說 妳為什麼不跟媽媽講也很怪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跟她講 她會擔心 她就跟我說不要再騎摩托車 就叫我做大眾運輸工具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我們 後來就是我們做那個模特兒工作嘛 然後到現在就是其實我以前啊 我們一個人就是模特兒一個比一個瘦 然後我想說瘦還不簡單 妳就少吃嘛 一天可能就是一直喝咖啡 一天就吃一餐 就吃一個茶葉蛋 然後兩個禮拜過去了 然後我的 有一天我室友要叫我起來工作 發現我是 然後呢就送醫院 然後說我好像就是營養不足 然後我也不敢跟我媽媽講 然後呢 就是因為我們家就是賣米的嘛 你知道我媽媽是米場千金嘛 我是米場千金的嫂子嘛 然後所以 豆腐就是時不時都要吃澱粉 然後妳沒有吃到澱粉 沒有吃到這東西的時候 妳很重要 對 妳的身體會跟妳講說 要死啊 要死啊 所以吸收不了水 吸收不了水 然後我媽媽自己本身也很喜歡吃飯 吃麵 吃糖 然後到現在我媽媽 她已經到了更年期了 妳幹嘛把妳媽更年期算吃 不是 是因為 太早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妳到這個年紀妳更要節食 妳不要再這樣 像以前這樣放肆著大吃 妳這樣放肆著大吃 我會啊 妳媽媽身材很好 沒有沒有 我最近想要叫她大口呆 妳知道嗎 她就是知道 她的衣服 就是她平常都撿我的衣服穿 她現在穿不下我的衣服了 我就說妳不能這樣 妳就是要吃少一點 可是因為她就一定要吃飯啊 吃三餐啊 然後她到前陣子來看我 我說妳好像有變瘦了 她就跟我說 她有在吃什麼黃金 益生菌 然後我說妳怎麼會變得這麼厲害 她說因為這個東西很厲害 她說這個真的有用 她兩個月 她就真的瘦了四公斤 所以我覺得好像可以喔 妳看那個肚子 因為平常她的肚子是 就是很像懷孕 有 之前 我們看一下若琪媽媽的身材 之前看到她的時候就 好像懷孕 你看之前真的比較怕 大家可以看那個前面是長這樣 我看媽媽現在好苗條 而且身材很好耶 真的有差耶 有差 而且 我的朋友就是經過 因為高齡期 然後隨著那個年紀的夜代 然後就變成代謝不好 變成排便 變成有時候兩天三天排一次 然後發現到 整個心都變而且很不舒服 然後就 我隔壁那個朋友來我們家說 妳怎麼這麼棒的那個身材 他說說 應該吃了黃金跟益生菌 我說真的有那麼有下嗎 那我就 我也買吃看看 吃過 經過井哥 沒有多久 幾個月 然後 這排便越來越順了 然後被人提在 它就恢復成以前的樣子 對 排便很重要 排便很重要 女人都不順 然後臉蛋 然後都是很亮起來這樣子 我覺得 我就介紹被人來吃這個 我今天看妳就覺得容光煥發 人排便順暢 氣色就好 因為以前 我不是說我就是在 那時候在做模特的時期 其實那時候年輕 妳其實說真的一兩餐不吃 真的會瘦很快 但是妳現在 其實我現在母女就38年 我已經38歲了 然後妳到過30歲我發現 代謝會慢 代謝變慢 然後加上妳知道生活壓力大 生活壓力大 妳就開始就嘴餐 妳可能一天原本吃三餐 妳就多了四餐 五餐 妳就中間餐跟餐中間 妳就想要 妳現在很幸福 對 我老公又會煮 所以有一陣子就變幸福肥 就是大家可以看我照片 那個前面 還是很瘦 但是相較於現在 對 相較於現在 開始有肉了 對 對 因為有時候 我們如果正年頭 要用這種 以前那種極端方式 就是妳不吃 變瘦其實不可能 現在反正妳不吃 反正還要變胖 而且還容易身體狀態不好 然後可能經期又不順 而且我發現其實因為我們年紀變大 你知道代謝變差 荷爾蒙不像以前一樣 就是這麼年輕了 然後我發現就經過 就是吃過這個黃金生菌以後 發現我的那個身材 就是比以前更年輕的時候 還要更好 什麼的 因為我可能以前是兩三天 才會上一次廁所 就蔬菜量也不夠 然後吃了以後發現就是 妳中午跟晚上 妳就是吃大餐前 然後就吃一包 大概就是餐前的30分鐘 對 黃金生菌 妳就是餐前30分鐘吃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就是也有學習的慾望 我想說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發現它裡面有一個西班牙 國家級的益生菌 加上妳們知道什麼叫做白聖豆嗎 白聖豆就是澱粉的殺手 對 它阻斷澱粉 因為你澱粉不阻斷 它就會變成脂肪 沒有錯 對 母女倆 黃金益生菌 然後照就這麼好身材 身材超好 剛剛珞琦一個人走過秀 不如母女倆一起走秀 好 一起展示 來 請走秀 你看 你看 好可愛 姐妹的 對啊 真的就是姐妹 對啊 對啊 洛琪媽妳在幹什麼 你怎麼迷航 其實在診所的時候 遇到要來減重的病人 我們也是都會建議說 不要用太那種 極端 對 太極端的方式 就是很怕 很怕他們就是真的 什麼東西都不敢吃 我都會跟他們說 盡量還是要吃到 澱粉 蛋白質 蔬菜 水果 這些的 那澱粉的話 其實米飯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澱粉 那只是說因為澱粉的量還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那剛剛講到黃金益生菌 它就是可以排便順暢 所以其實可以促進代謝的話 那也不用怕說東西累積在身體裡面 那會有一些就是可能代謝比較差 或是毒素排不掉的問題 那還有另外說就是像白腎豆 對 它剛剛講的那個什麼頂級白腎豆 因為白腎豆其實是我們減重也都會用到的 減重的藥在可能餐前半個小時吃 那半個小時前吃的話 它可以達到抑制食欲 然後阻斷澱粉吸收 因為白腎豆它的成分其實是 一個天然的澱粉酶抑制劑 所以它就是可以讓澱粉不要去分解 那身體它就不會那麼容易吸收 對 就是歐洲的那個體重管理中心 它有說這個不僅是可以 抑制我們那個澱粉的吸收 而且它可以降低就是體脂 就不僅是它是減重也可以減脂 太棒了 謝謝若吉的分享 剛好就趁這個 講到減重我們就來聊到 兩位結婚六年對不對 之間有什麼秘密 小孩出事 你趕快卸責 有一次上學在 就是帶他們去上學 然後開車因為太趕 有點遲到 然後就沒有忘記系到安全帶 然後就剛好 前面的車就緊急煞車 我也趕快跟著踩煞車 對 然後騎過來什麼蹦一聲 往後看 這麼誇張 幾歲的時候 大概兩 三歲 還在做嬰兒作儀的時候 這卡通劇情 對 就真的忘記系安全帶 所以我就看小孩就 頭上撞到地板 有腫一塊這樣子 然後我就趕快叫學校老師 去學校幫他冰敷 然後因為很怕老婆她知道 所以放學的時候 我就特別帶小朋友去公園玩 然後趕快入限時動態 就拍他們那邊跑來跑去 弄一弄 結果老婆回去就想說 為什麼兒子頭上腫一個包 我說沒有 剛剛在公園的時候 跟小朋友 相撞 撞到 然後我就帶他們去 那個就是 附近的商場吃冰淇淋 跟他們講 套好 就說 不能跟媽媽講 早上沒有西安元帶 掉到地板上這件事情 但是他也有東西隱瞞跑 哎唷 來 來 換醫師 來 盜用公款去醫美 好 挪 挪家用 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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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 我們是有一個共同帳戶 然後他會給我就是每個月一些費用 然後主要是說他很討厭醫美 可是他其實他 IG上面他都追蹤 超多 真的 就是那種 男生都知道 可能裝很濃啊 然後明明就是好像有微疹 胸部都做過的那種 還是真的就是有做過的女生 可是就是反正 因為我們也常常接收到這些資訊嘛 然後 就會想說 有興趣想要去做 然後他都會說 不用啦 就是你都不要做 你 就這樣就最好看 就是要自然的老去 然後 那些就是那樣 其實都長太塑膠 不好看那樣子 然後 我就想說 可是 真的就是年紀開始有一點 那想說 就生完兩個小孩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肚皮就是鬆鬆的 而且運動 也 運動了一段時間 可是好像 緊實的那個效果還是有限 就想說 那那個表面 可能還是需要靠一些醫美的力量 去 輔助 然後我就去諮詢 然後諮詢他就跟我說 有一個東西叫體可塑 可以打看看 然後 因為我不是很確定說 那到底是什麼 但是聽他講 他就有那種 前後對照照片 想說 看起來 就是效果真的還不錯 然後結果 他說修復期大概一個禮拜吧 然後結果打完 打完之後 打到當下就很痛 然後他就是那種 很多個正方形的小印子 在肚皮上 大概有五六十個吧 很燙 對 然後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淤青 表面又有燙傷 可是過一個禮拜 怎麼完蛋了 那個印子怎麼都還沒有消失 就只是結痂掉了 就是整個很像那種 被人家打過 因為我 我其實不反對他做醫美 只是怕有的 找到不好的醫生 就是萬一一次就回不去了 就把身體弄壞 或是說 打得很奇怪 所以 OK 最近還有繼續倒用公款去做嗎 不是 是家用 家用 家用 最近還有繼續倒用家用嗎 上上個月還有在做 肉毒 對 這個還不知道 可以啦 必須的 對啊 要變漂亮也是為了你 以後都打痛癲 打痛癲 打痛癲 大家之間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小秘密 有的時候有一些小秘密 OK 白痴 這樣子 家庭和諧最重要 對 但是如果真的是很大的秘密 真的還是要說出來 對不對 講出來大家一起來想辦法來解決 是 特別是女生 盡量不要出國跟韓國的歐巴 對 我是講兩件事 不要出國跟歐巴 對 在那邊搞東搞西的 好,祝福大家 謝謝哦 謝謝 謝謝